我们做步道工作的人 或者你们称为步道家 什么叫做家我不明白 愿意信主的举手 愿意信主的举手 愿意信主不等于就是信主 不过是愿意罢了 对不对 愿意做好的举手 谁不愿意做好的 愿意上天堂的举手 谁不愿意上天堂 愿意上天堂 不等于已经在天堂了 不过是愿意 愿意信主不等于已经信主了 愿意罢了 所以一大堆人举手 哇就牧师很高兴 今天表演成功了 今天生意做成功了 很多人要信 你真的要信 你信了吗 有一个人耶稣对他讲 少年人你立天国不远了 什么意思呢 还没有进去 耶稣讲话是非常坚持性的 他没有说 你还没有进去 那你立天国不远了 不要高兴 你就五十步 消一百步 你就看别人比你更远 你很靠近了 你还没有进去 叫做立天国不远 有多少人说 我愿意 我信 我信 你愿意信 不等于你已经信 你愿意信 不会表示你的意愿 不等于你的行为 所以当你把你的行为 表现出来 那是真正显明 你的信是真的信 从这个就顾能 所以雅各说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的儿子 献在祭坛上 上帝说 亚伯拉罕 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 你所爱的 你度生的 你的儿子 以撒 这三个城市 你的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 你的度生的儿子 你把他写给我 每一句话 是更生一成的 刺他 刺他 刺他的内心的深处 我现在讲到这里 我记得 记者们牧师曾经有讲到 亚伯拉罕 每天起来度圣经 亚伯拉罕 每天起来祷告 他总是灵修 以信上帝为他的希罗 做他一生一天的开始 但是只从生了 以撒以后 他一早起来不祷告 就去看以撒 从那天开始 一起来就看以撒 就看孩子 现在他不祷告了 他不渡经了 因为他的上帝 换成另外一个了 当你有了 这一个毛病的时候 上帝说 那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 你把你的度圣子献给我 你把你所爱的度圣子献给我 你把你所生的以撒献给我 这个时候 你说我信上帝 你真的信吗 拿出来 你真的爱我吗 叫出来 你真的对我有顺从吗 行出来 那时候马上就可以看见 你的信仰是真的是假的 当上帝把你最爱的拿去的时候 为什么你就不要上帝了 表示你要的不是上帝 是上帝的恩典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